HELLO 大家好,我是黃子涵 前幾期的視頻我們都以直觀性從外表和包裝袋上 跟大家分享如何辨認出馬來西亞大理丸 那今天我們就教大家如何從內在 內在、內在、科學和數據的角度來辨認大理丸 進入主題之前首先我們先從字面上分析 緩視這兩個字 這裡有一個比較科學的說法 我來唸給大家聽 緩視,致意上就是養分經由化學性質的改變 或是載體的滯留 在土壤中,根據作物的虛肥特性和時期緩慢釋放 和常規肥料相比,能招長時間的持續供應作物養分 好吧,我們就用簡單一點的方式給大家解釋解釋 在這裡我們用釋放性實驗來帶大家理解 從實驗結果圖表上來看 傳統常規肥釋放效期來的短、快 相對其緩視肥則屬於 漸行漸地 漸行漸地 緩慢釋放養分 釋放曲線偏向寄進行 養分完全釋放所需的天數來的比較漫長 這樣大家是否對緩視這兩個字 有更好的理解呢? 從這個實驗當中,我們也可以更好看出一個緩視肥 它的深面目 一些打著緩視肥的名號 魚露市場、魚目混珠 但實際上,在驗證緩吃效應的結果上 卻不達標 假設在實驗中,我們發現到緩視肥的養分釋放時期 非常的短、快、或者是太慢太長 每次的實驗結果都不穩定 這樣都會影響到作物養分需求和吸收 造成生長上的差異 馬來西亞大力丸大顆粒緩視複合肥 它的養分釋放率都符合標準的緩視群線 以確保作物吸收適合的養分之餘 減少養分流失 保護我們的土壤 為避免廣大農友保障受損 我們在此呼籲大家,請在選擇大顆粒緩食複合肥時 請查詢我們所授權的經銷商 提供大家保障以及品質的保證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啦 希望內容有幫助到你們 謝謝大家,掰掰